好 这个花莲市公所 食物银行在成立之后 就受到各界的善心人士的响应 那么之前 台湾中游凤林加油站站长 陈建成亢利 也特别采购社福团体的月饼礼盒 希望能够透过市公所 将这份爱心 传递给需要的家庭 日前台湾中游凤林加油站站长 陈建成协同妻子李明盈 前往花莲市 为在中华路上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他们带了30盒 喜罕儿烘焙屋的月饼礼盒 与三项的卫生纸 要捐赠给花莲市公所 那这些爱心天使 他们做的月饼 其实都相当好吃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每年他的这个认购量 也在逐年的下降 那去年我们这个市公所 有启用这个食物银行 那我看到这样的管道 我也希望说 借由我个人的一个绵薄之力 用小爱来换大爱 用个人的一些资源 来捐赠给市公所 一些我们市民比较需要的 这些弱势朋友们 花莲市长为家贤 除了到场接受并颁证感谢状 也相信食物银行 可以帮助到更多弱势朋友 那也谢谢陈先生 他连续四年以来 来捐赠相关的爱心物资 那我们希望透过爱心物资 能够帮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还有一些角落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累积 满满的善的经济循环 有一些朋友看到这样资讯以后 就把相关的一些生活物资 然后他们买一些生活物资 来捐赠到这里 那我可以看到有一些 过去可能生活经济 比较困难的朋友们 也开始来做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那也希望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务必到我们食物银行 来领取相关的生活物资 市长为家贤指出 市公所非常乐于成为社会公益的平台 欢迎三星人士企业社团 可以恰询华林市公所 神劳客一起响应做爱心 记者许立琴华林市报导